关心社区的长者要带您关心的是 新北市五股新增社区跟辅大合作 举办体势能检测 让长辈们了解本身的健康状况 而在现场也跟马街医院合作 为民众测了三高 而另外呢 他们也跟现场的朋友们宣导性贫 以及反家暴的概念 让社区民众不但有健康的身体 而且也能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为长者的健康把关 五股新增社区与辅大合作 举办体势能检测 透过专为银法族设计的功能性身体活动检测 评估银法族心肺耐力 基因耐力柔软度等级 使银法族了解自身健康状况 并作为选择规律运动项目的参考 进而提高身体心肺肌肉 势能可达到银法族预防跌倒的目的 我们今天新增社区发展协会 与新增理共同结合 我们邀请到辅大的医疗团队 来为我们做体势能 让长辈银法族知道说 我们的身体怎么样 目前在怎么样的状况 然后给我们一些自愈力的建议 透过体证检测 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肌力柔软度 或是平衡 还有他们的心肺 还有他们的身高体重 身体组成BMI 来到他们了解 他们自身的体证状况 那进一步可以提供一些 简单的运动的建议 福大体育系助理B梦成表示 民众应该要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不但可以提升体势能 也能帮助自己拥有健康的人生 增进生活品质 进而享有健康快乐的生活 那在社区长辈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肌扫症的现象 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长辈在家里面 其实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 比如说坐在椅子上 或是在家里拿起水壶 做一些简单的训练 达到提升肌力的效果 我们也邀请到我们淡水马街医院 来为我们做血糖 以及血脂的检测 那么在健康的情况之下 做最好的运动 同时我们也一起结合了 我们的初级预防 也就是家暴防治 以及性贫的观念 让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在自己健康的同时 也注意到居家的安全 新增社区理事长杨慧婷指出 当天不仅为长者做体势能测试 还会与马街医院合作 为民众测量三高级健康咨询 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 为民众宣导性贫 及反家暴观念 使社区民众不仅有好的身体 也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互宣无故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